那Demi剪輯怎麼有需要 我那個時候 我應該就是吃喝玩樂吧 因為我們通常五點鐘收工之後 就會先去吃飯 然後吃完飯之後 然後就唱KTV 那我沒有KTV啦 我們是去看MTV 最早先看MTV 挑一張LD 然後等一下來看 可是那時候這麼忙 你們怎麼會有時間去買東西 去吃東西 去幹嘛 因為我們都是到五點下班 我們五點 因為我們的那個單元 我記得是每個禮拜二 固定錄 早上九點進棚 然後五點鐘就會收工 如果譬如說像我那種 我一直NG 一直NG的話 到六點的話 有人臉色就會不好看 他就會不開心 我們不會說是誰 我會不會說是誰 應該不是我 笑什麼 然後我們 不然就是我們會約打麻將 然後後來有KTV 他有一個很有趣的 有名的動作 啥 就是 想知道 然後我們會喝酒 那時候會喝 然後那個時候還有啤酒屋 他就是會去點歌 然後喝酒 唱 唱完了之後 他會摔麥克風 那時候然後就說 我不錄了 他那個麥克風是摔得很大力 摔 而且我們那時候都會玩滑拳 然後那個時候 真的就是拿了礦泉水瓶 就是那種猜拳 猜速就這樣 夯的那種 壓力有沒有那麼大 可是一點都不痛的那種 他只要拿那個礦泉水是空的 打頭其實是不痛的 空的 空一聲 很大聲 可是真的超紓壓的 後來他們打著打著 沒感覺 他們是把頭換過來 用頭打 空 好紓壓 然後就敲的 其實已經不在敲那個對方 是在敲 胡姓主持人 王姓志祖 對 成姓主持人 對啊 很多的氣這樣